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遭殃的不止一个账号 从抖音到B站都给人家封了 至于那些暂时还没受到波及的平台 比如小红书和YouTube等 雷森也有好一阵子没有更新动态了 得亏他后来又新开了一个抖音小号 那上面还能看到他在更新内容 不然的话我还真担心 雷森在美国那边遭遇什么不测了呢 关于雷森被平台突然封禁 这件事情啊 目前网络上众说纷纭 持什么说法的都有 而其中流传的最广的一个说法 当属雷森被一个网名叫做 顾颖琼博士的润美华人给举报 据顾颖琼自己透露 他不光向国内的社媒平台举报了雷森 而且还把小报告打到了美国移民局内 大有一副 除非把雷森搞倒搞臭 搞到线上线下全部社会性死亡 否则绝不善罢甘休的架势 凑巧的是雷森和郡英琼这两人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还正好都聊过 而且还都是不久前的事 所以我对他们的建议还是比较深刻的 和很多电子宠物爱好者一样 我这段时间也一直关注着雷森 在国内社媒平台上的动态 一来是因为我平时就有吃电子榨菜的习惯 二来则是因为他的账号被人举报 导致封禁这件事情多少也给我带来了一些触动 我很想就这件事情说点什么 可又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最近有不少网友都在自己出的内容中 谈到了这件事情 说的都挺好 我觉得我实在没什么可补充 所以才一直没就这件事情展开说 直到这两天有朋友在群聊中无一提了一嘴 说是那个把雷森给捅进小黑屋的顾颖穷 也被人举报了 他的抖音号现在正处于被限流的状态 虽然还不至于说惨到 像雷森那个被迫要开小号来维持热度的地步 但或多或少肯定也给他的账号运营造成负面影响 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举报顾颖穷的人还不少 而且举报他的人大多还是自发而为的普通网友 他们对顾颖穷这个人的生平未必有多了解 可能也谈不上有多讨厌 他们更多的可能还是怀着一种朴素的同态复仇心理 在向顾颖穷其人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因为顾颖穷背后捅人黑刀子的下作行为 是真真切切的妨害到了大家吃电子榨菜的乐趣了 我能理解大家的那种心情 但是说实话我也没料到大家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国内互联网上兴起养电子宠物的热潮 其实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而已 而在我有限的记忆中 我好像还真不曾记得 还有哪个润人能如同雷森这般 虽然广义上还是会被很多人划分到电子宠物的大类里 但在真正摊上事的时候 却能获得来自国内的众多网友的大力声援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雷森应该是目前为止的唯一野人 我不知道大家都是如何看待电子宠物这个特殊群体的 但在我的眼中 我是一直都将这帮热衷互相迫害 远胜于枪口一致对外的家伙 看成是某种谷物的 我们在国内网络上 看他们在大洋彼岸互相侵扎的日常行为 与其说是在电子羊宠 倒不如说是在电子羊骨 所谓骨就是把一堆毒物都扔到一个容器里 任凭他们捉对厮杀 杀到最后存活下来的那一个就叫做骨 通常来说在现实世界里 能活下来的骨往往都是最凶残好斗的 但是在电子世界里情况似乎不是这样的 作为目前公认混得最好的 起码是在中文互联网上人气最高的雷森 和其他的润人侄子亦或是高华相比 他在好勇斗狠这块不仅毫不出众 甚至还可以说弱得可怜 在美国资本主义残酷的钢筋水泥丛林里 雷森所展现出来的 完全就是一副躺平无罪 摆烂有礼的无畏姿态 美国的生活把别的润人给绊倒了 人家要么是哭完之后站起来 要么是站起来之后背着人群偷偷哭 而雷森则是打从一开始就没站起来过 他在美国的润人生活属于是全城都躺着的 你没办法去半倒一个从来就没站起来过的人 而且因为雷森没有吃过 被美国资本主义的半子给半倒的苦 所以他展现在大家面前的 一直都是一副挺乐天开朗的无料 虽然我也不好说他是真的乐还是装的乐 但是比起田田圈总裁王伟恒 还有法拉盛一元丁一多 那帮连玩都不太玩得起 你在国内稍微逗他两句 他们就在推特上用简中跟你挤眼 触你呲牙的小可爱 我必须得承认 同样是吃电子榨菜 吃雷森的 就是要比吃王丁这些人的要润口一点 有时候甚至还有回甘 如果硬要打个比方的话 吃王丁这些人的电子榨菜 所能得到的快乐 是一种工业糖精所带来的快乐 甜倒是也甜 但是容易发腻 所以吃完之后不会让你老是惦记着 而吃雷森的电子榨菜 所能获得的乐趣 则是一种天然糖分所带来的愉悦 它不一定有工业糖精 给味蕾带来的感觉那么刺激 但是盛在入侯自然不吼甜 所以你吃过一次就容易念念不忘 下次还总想着要吃 而且几天吃不到 就总感觉心里头有蚂蚁在爬 不用怀疑就这场囊括了 目前所有电子宠物的电子养股大赛来说 雷森就是那个毋庸置疑的阶段性赢家 而雷森之所以能赢 不是因为他比其他润人更好勇斗狠 而是因为他比其他润人更像个人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雷森假装 他在手机镜头前的滑稽人设 纯粹就是为了收割我们国内这帮 赛博乐子人的流量税 所精心塑造出来的 这一层我不是没有想过 但是时间长了一琢磨吧 我寻思他哪怕是装的 其实也没啥 雷森知道他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他也承认他不是什么好人 他在这类问题上 一直都表现得很诚实 光这一点 他胜过很多润人了 虽然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但他是有那个迎合大家期望的意愿 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好人 起码是把自己包装的像是一个好人的 这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已经很难能可贵 因为连我在内 虽然平时电子榨菜吃了也不少了 但是每次吃完之后 我打从心底里 其实还是希望这个给我提供电子榨菜的人 可以变成一个好人的 这是一种很矛盾 但又客观存在的心理 没饭吃的时候 总想往厨房里扎 吃饱了 又嫌厨房油烟大 总觉得要是厨房 也能像卧室一样 窗民几近 那该多好啊 而雷森的横空出世 则很好地满足了我们的这种矛盾心理 一方面 他在不遗余力地为我们炮制电子榨菜 另一方面 他也有在为改善厨房的卫生环境 而做出肉眼可见的努力 他拍的润人视频 不光只是像王伟恒 还有丁一多那帮货那样单纯 只是让你觉得搞笑而已 虽说本质都是在卖电子榨菜 但是雷森的金银之道 还是有一点人味在里头的 别的不说 那么多润人侄子高华 个个都想在美国赚大钱 而且有些也确实赚到钱了 比如丁一多 虽然是肉身是要换来的 但好歹也有五位数 不是吗 他们卖电子榨菜 赚到钱之后都干了些什么呢 要么是跑去大吃大喝 完了还得酒肉汤菜拍照留影 不忘嘲讽一嘴 就是要让小粉红流口水 要么是攒够首富立马去带辆车 完了再给自己搞一个网约车的牌照 好靠着这个幌子去伏击落单的美国女性 而反观人家雷森呢 人家卖电子榨菜赚到钱了 好歹懂得给甘肃的地震灾区 还有自己的母校捐一笔 钱多钱少还在其次 起码这个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为什么雷森能在这场电子洋谷大赛中脱颖而出 说到底 不还是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在润人堆里头 看到一个好人吗 哪怕他是装的 只要他装的足够像 而且能一直装下去 那我们其实也不介意 把他暂时先当做一个改过自新的人 他起码还愿意装一装 就这一点就足够碾压 那一大帮连装都拉不下脸的润人侄子 还有高华了 我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观点 一个坦荡荡的小人 无论如何 是要比一个长期期的汉奸可爱一点的 何况经历了这段时间的相处之后 大家其实也发现了 雷森的形象 至少是他在屏幕里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形象 其实也没有我们很多人起初想象的那么渺小 高大肯定谈不上 但是和王丁顾这群货色比起来 不偷不抢 不报不造 不在外头说我们中国人的坏话 也不在我们中国网友的底线上玩反复试探的下作把戏 干到钱了还愿意在牵动着万千国人的热点话题上 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不得不说雷森确实是要比其他的电子宠物像个人多了 一流润人站着要饭 二流润人跪着起食 三流润人躺着饿死 四流润人趴着被吃 雷森好歹能站着把饭要了 这一点我想就足够已经让我们在一众润人里头多看他一眼了 正常人是不坏不傻 顾影琼是坏而不傻 王伟恒第一多是又坏又傻 雷森是既没有那么坏也没有那么傻 你都认出去了那肯定就谈不上什么正常了 但如果非要在后三者中选出一个来为他流量的话 我的选择肯定还是雷森 在关于美国的话题上 以前大家是没得选 要么是看顾影琼这种润人直子的胡说八道 要么就是看我这种所谓红粉大妈的夸夸其谈 而现在雷森的出现则为众人提供了我们和他们之外的第三种选项 这是不是好事 我还不敢断言 但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这到底应该不算是件坏事 起码对我而言如此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爱国能当饭来吃的话 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吃上这碗袋 哪怕是装出来的 只要你装的足够像 我暂时注意是暂时姑且也忍了 因为这总好过你去靠恨国甚至是卖国来博人眼球 大家看或不看我并不重要 大家看或不看雷森其实也不重要 大家不去看顾影琼这帮人对我而言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说现在舆论场上的雷森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了 不只是美国 最好所有那些笃信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发达国家 比如英国 德国 法国 瑞典 荷兰 日本 等等等等 全都冒出来至少一个雷森 那才叫好 雷森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上的可比我这只会夸夸其谈的大妈好多了 他在一个视频里揭露出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阴暗面 我怕十个都未必能赶得上 我们终究还是需要一把陶木剑 来把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信奉西方资本主义那套虚伪画皮给挑破的 不必介意雷森的健身是黑还是白 只要能让贵琼们原形毕露 对我而言 他就是一把好的陶木剑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